最近看这个大圣归来 中间有一段出现龙的形象 满场沸腾 为什么呢 那龙太漂亮了 那么龙的出现呢 实际上是源于我们民族的一个情感 我们的祖先啊 对自然世界认知有限的时候呢 总希望有神出现 如果这个神灵看不清楚 我们就没法对他膜拜 所以我们就开始要传这么一个图腾 中国人的图腾跟西方人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的图腾呢 不那么具象 西方人很多人的 很多民族的图腾呢 很具象 就是他就是很具体到一个动物身上 但我们的图腾呢 是一个总结 什么叫总结呢 他是取各家动物之肠呢 组成了一个啊 能上天入水 翻云覆雨 能忧能明 能大能小 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神 那么他的精神层面呢 对后世影响巨大 那么这个龙啊 龙他要传各种动物于一身呢 那每一种动物生活中都是有的 但他传到一块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说龙游九四啊 他像九个动物 他具有什么呢 鹿角啊 角四鹿 驼头啊 这脑袋像骆驼的头啊 蛇径 你注意看 这个龙身呢 一道这个颈部都变得比较细 所以是蛇颈 肾腑 什么叫肾呢 我们老说海市肾楼啊 肾腑呢 是指那大嘎里 嘎里皮 一圈一圈一圈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龙的腑 都是一道一道一道的啊 虾眼啊 眼睛不是看不见 是鱼虾的虾 虾眼啊 往外凸的 鱼鳞啊 也说是鲤鱼鳞 鲤四鲤 一片一片的大鱼鳞 鱼鳞是有很多种啊 你比如鲑鱼 鲑鱼的鱼鳞就很细碎啊 鲤鱼的鲤鱼鳞就非常大 一片是一片 虎掌 你注意看那龙爪中间这块肉垫 跟老虎的掌心一样 虎掌 牛耳啊 牛的耳朵 小耳朵立的 然后呢 鹰爪 爪四鹰 这就是他的九四 我们三个头再总结一下啊 九四都是四什么呢 脚四鹿啊 头四驼 镜四蛇 腐四肾 眼四虾 这个林四鲤 鲤四虎 耳四牛 爪四鹰 这就是九四 九四说法也有点不一 不是说全都是一模一样 但是中国人认为啊 九为阳术之尊 就是最大一个树嘛 所以就用九种动物之常啊 把飞禽 走兽 鱿 鱿 鱼啊 鱿角无足的所有的东西 结合为一体 使这个龙的这个形象啊 这个 这么多年啊 几千年以来 让国人呢 慢慢慢慢熟 熟起来 但是仔细想呢 又跟他有点生疏 跟他很亲呢 又有点远 什么叫有点远呢 就是这东西真来了 你又有点害怕 所以有一个成语 叫 社公好龙 也 我们通称为 夜公好龙啊 所以这龙呢 既神呢 又能下凡 所以生活中呢 自己 这个 喜欢一个东西 特意龙闻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龙的一个浅显定义 我们今天对龙的文化呢 就是开始重视 比如我们老说我们自己呢 是龙的传人 是吧 什么是龙的传人呢 就是龙的儿子呗 龙的子孙呗 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啊 叫龙生九子 九子 我这手不管用 九子 这个龙生九子呢 都不成文 都不能成龙 各有所好 那么九子的说法也 也一大堆 那么民间的 大约的说法是这样 九子的老大 叫球牛 他喜欢音乐 我觉得这个修养很好 他一般是敦律于琴头 我们注意看好的二胡 讲究的二胡 这头上都有一个跟类似龙头的东西 这就叫球牛 老二是谁呢 是牙字 它是主要陋刻于刀剑 这个护手这 它叫吞口 你注意看 有的刀 你握着刀柄的时候 这有一个跟龙头的似的 吞着这刀 这是吞口 这叫牙字 牙字呢 这个喜斗 这个我们有一个成语啊 就是叫牙字必报 这人呢 记仇 因为牙字本身就试杀喜斗 他就试杀 所以我们如果记仇 甭管这个 这仇记到心里去 这成语就叫牙字必报 老三叫什么呢 老三叫朝风 朝风 他行似寿啊 平生呢 好险 又好站在高处 往远处看 你不用问 这东西呢 就在这个宫殿的脊上啊 这个房脊上 你看那一溜啊 所以有人呢 还认为他是守着这个 就是 是龙脉的 守着这龙脉的缝啊 那么四字呢 叫普劳 这你注意看 就能看见 他普劳啊 受打击以后 就会大声吼叫 那他干嘛呢 他一般都在那个钟上面啊 作为钟的授钮 你注意看 有的这个 这个大铜钟 大铁钟 上面一定是那普劳 非常雄壮有力 因为 他本身就是受到打击以后 大声鸣叫 所以呢 就用他助其鸣声呢 远播啊 这声音就往远处传播啊 那五子呢 是谁呢 这五子叫酸泥啊 酸泥很酸啊 他形容狮子啊 他什么特点呢 他喜欢烟 你看我们都反倒讨厌烟 是吧 这屋里有人抽烟啊 抽烟赶紧就出来了 他不 他喜欢 所以他在哪呢 一般情况下 他都出出出在这个香炉顶上啊 你看看我们的唐宋以来 很多这个香炉啊 上面都坐着一酸泥啊 这酸泥嘴里张着嘴 那烟就吞云吐雾的 就从那就出来了 六子大家这个比较熟啊 为什么比较熟啊 在公共场坑上我们看见 这东西叫碧锡 就俗称王八 就王八托石碑 他似龟有齿啊 就是他 像这乌龟啊 但是他嘴里有牙齿 他的特点呢 是喜欢负重 所以那个石碑底下压着这个 就叫碧锡啊 俗称王八托石碑 妻子呢 碧岸啊 他行似老虎 他喜欢什么呢 喜欢诉讼 所以在衙门口啊 关衙啊 正堂两侧啊 一定都是这妻子碧岸啊 那么第八个儿子 大家熟啊 叫什么呢 叫涛铁 这个虎齿啊 长得老虎的牙齿 人爪啊 有一个大脑袋和一个大嘴 贪吃啊 见到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吃的太多呢 最后就被撑死了啊 我们今天有时候呢 会说什么东西 让疑子看足啊 就叫涛铁大餐 就这意思 大家在清风气上 出现的比较多 九子啊 最小的儿子叫吃吻啊 吃吻 口润嗓粗 好吞啊 所以呢 他就在殿的脊背 大殿啊 我们如果去这个各地旅游啊 看到这个中国明清以上的大殿 两端啊 正极两端 往里头 弯的这个两头的 这东西呢 就叫吃吻 那么他的特点呢 就是能灭火消灾 你看我们过去古代 把这防火这事啊 都提到一时日成 龙生九子 龙生九子啊 有各种说法啊 有各种说法 那这个到了明代啊 明代有这个大学者 李东阳啊 李东阳呢 就是把他定了一个排序啊 有这么一个排序 李东阳呢 有个弟子 叫杨生安 杨慎啊 也对他做了一个排序 完全跟他师父 跟他老师完全不一样啊 但他基本上啊 都有各自的说法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差别 这杨慎是谁呢 就是你们老听那个 那个 那个美声唱法的流行歌 滚滚长江东是水 就是写歌词这人 这个龙啊 龙生九子 我们刚才说了有各种说法 还有一个你们熟的东西 叫批修 是吧 这批修呢 他真不在龙生九子之列啊 这个李东阳啊 杨慎 所有排序中都没有这批修 批修最多算龙的一私生子啊 有嘴无钢啊 只吃不辣啊 能吞万物而不屑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招台劲宝 能吸纳四方之财啊 同时还有人说他能辟邪 他能不能辟邪 咱也不知道 说他能不能带来好运 我觉得一只吃不辣的东西啊 带来好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这肚子里得记多的的邪气啊 那么我们 我们说完龙啊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龙的演变史 不要以为以前的龙 跟今天的龙没区别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啊 我们今天能够找到最早的近乎于龙的形象呢 是这个河南啊 土阳出出的出了一个早期的养勺文化的一个墓葬 这个墓葬呢 他用贝壳啊 铺了一条龙不龙虎不虎的东西 我们今天呢 姑且把它称之为龙 当然有有有专家认为呢 根本不是龙是虎 这个龙的形象 距今 超过六千年 啊 那么再有一个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我们注意看 有一个C型龙 这C型龙呢 就是所谓红杉文化的育龙 我们目前知道最大的一件是在故宫博物院 曲长六十公分以上 所谓曲长我们讲过 就是把它掰直了 有六十公分 所以这个叫曲长 红杉文化的这个龙呢 也有学者认为 说这个前面这个形象 有的说是鳄鱼 有的说是个马 马那飘起来的马踪 还有人说是这个猪啊 就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我们还是称之为红杉文化的育龙 距今呢 有多少时间呢 有五千年了 五千年了